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政府关闭三天之后 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 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运转到2月8号 但政府官门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最终散去 那么连日来 新华社多次发文指美国政府官门凸显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实 反映出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下降 政治信用透支的深层次问题 另有社评将美国政府官门同西方民主制危机连在一起 称美国的政治现实将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 反思这种混乱的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合法性 政府频频关门 华盛顿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它是不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 能不能凸显中国极权政治模式的优越性呢 时代谈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 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参加今晚时代谈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 一位是通过skype从华盛顿参加讨论的旅美学者 时评人秦伟平先生 秦伟平先生 秦伟平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独立媒体人 时评作家洪振快先生 洪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一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是400-120-051 400-120-051 那么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好 那么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次美国政府停摆的一个介绍 美国政府目前恢复了办公 那么之前国会两党议员在移民问题上是无法达成一致 导致政府机构是短暂的关门 意见分歧的国会呢 将再次尝试解决所谓追梦者面临的处境 那么这些年轻的移民是跟随不具合法身份的父母进入美国的 那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政府结束短暂关门 参议院复会 牧师巴里·布莱克对此祈祷表示感谢 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 共和党参议员认为 他们现在就追梦者的地位进行磋商时 可能具有优势 麦康奈尔说 这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提醒我们大家 玩弄边缘政治和绑架人质的手法 在美国参议院根本不起作用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声称取得胜利 还说他随时准备签署法案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 总统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国会参众两院要先通过立法 然后送交总统 分析人士泽克·米勒认为 川普可能已经稳固了他的地位 米勒说 现在的局面让总统受到鼓舞 他感觉到这是他的胜利 尽管华盛顿显示了功能失调的尴尬 他现在依然占上风 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二誓言 为追梦者努力争取 其中也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查克·舒默 舒默说 占多数的共和党目前有16天时间 跟我们一道起草一项 可以得到60票赞成的法案 让追梦者不必被遣返 时间在流逝 16天没有多少时间 必须立刻行动 舒默 星期二收回了他稍早的一项提议 即为建造美墨边界围墙拨出一大笔预付款 建墙是川普总统竞选时的重要承诺 两党政策中心约翰·弗杰说 民调显示 对保护追梦者有一定支持 他们的命运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 而民主党人正在着手于在选举中把川普作为决定性的问题 福杰说 民主党在这一点上非常统一 就是他们不喜欢川普 他们希望川普和共和党败选 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会非常一致 不过分析人士乔伊·李德认为 川普的支持者也有可能受到鼓励 李德说 川普支持者最关心的是移民问题 移民被认为对国家有负面影响 政府结束关门意味着危机暂时得以避免 但是如果国会和总统对追梦者 进一步的措施无法达成一致 那么还有两个多星期 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 美国之音马龙 华盛顿报道 好 这个美国政府最近是频频关门 近年来 那么这个数十年来 几乎这个每一届美国总统 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 那么就想先请问这个 马里兰州的秦美平先生 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美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哪个环节 是出现了问题呢 大家好 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门 确实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件事 但是从1976年 整个正式执行美国预算程序以来 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18次关门 所以基本上是平均两年多 就关门一次 也并不是什么很离谱的事情 或者很难见到的事情 所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大家能接受 这次关门是三天 最近一次关门是2013年10月份 应该当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 然后有关门的16天 那美国历史上关门最长的是有21天 这样子 我不认为说这是美国民主政治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预算法 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 都要通过国会的一个审批和授权 我认为反而是体现了说 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吧 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但是呢 它一个细节就是 因为政府必须要有钱才可以运作 我们要国会批款 所以呢 最终的预算法案肯定会通过 在两党博弈的过程中呢 反对党一般都会插入一些 他们想通过的法律法案 这次就是这个孟祥泽法案 叫DACA 这个法案是奥巴马时期呢 已经签署通过了 但是川普总统几个月前就把它废除了 那这个民主党是不甘心 希望说借这次通过预算法案的时候 所以把这个移民法案继续重提 希望通过 是一个政治博弈 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 有时候会觉得很烦 包括对他们政府不满意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两党 民主党共和党 他们的这些议员 其实也都是在 争取自己的一个选民的支持 体现自己的一个民意这样子 在这个国会这样的一个里面 体现一种博弈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外界 特别是可能是中国的公众 可能觉得说 这个联邦政府的关门 美国是不是不行呢 我觉得这完全是过度解读 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也是体现了 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 不用过分担忧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 北京的这个洪真快先生 洪先生您怎么来看 这个美国政府关门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制度缺陷呢 还是一个民主制度运作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联邦政府暂时关门 这个联邦政府暂时关门 它是因为那个预算法案 这个没有获得参与院的通过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一方面呢 它可以看到这个国会控制的预算的权力 然后对政府的约束 它是一个应约束 而不是像中国一样 它这个是一个软约束 甚至是没有约束 所以国会呢 不批准政府这个预算法案 这个政府拿不到办公经费 它这个部分部门它被关门 那么政府的运作 它是因为是靠纳税人的钱 那么政府花纳税人的钱 它必须这个有所约束 要不然它就是没有节制 那么它会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 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被关门这件事情呢 它恰恰证明美国国会 它能够通过预算权来有效约束政府 这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成功 而不是缺陷 它更不能说是根本性的制度缺陷 那么这个制度从 你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宪政制度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制度 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因为政府关门 它是由于国会当中两党在竞争 而这个竞争的好处 它是可以相互制衡 避免一党不大 但是它有时候这个恶行竞争 可能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 所以它说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民主制度运动 它确实会有些问题存在 但它这些问题 都不是这个自明性的缺陷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官怎么说 这个政府官门的确是损害到 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职能和一些作用 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这个最新民调就显示 这个美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 是大幅的下滑了 这个民调是国际公关公司 艾德曼发布的 那么它在最新这个年度信任情语表里面 就显示这个美国民众 对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度是下滑 那么想请教这个 马里兰州的秦美平秦先生 这个美国民众是怎么看 这次这个政府关门的 到底有没有影响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信用呢 是这样子 刚才说到民意调查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 比较自由的这样一个国家里面 我们老百姓的对政府的信任 我认为从来都不会很高 因为大家对政府是我们 华纳税人前雇佣的服务 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政府 所以对他们有很多要求 所以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值的时候 给他们打负面的评价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 那这是联邦政府关门的 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小 有没有影响 比如说我们约好这个珠穆 本来去博物馆去参观的带小朋友 然后发现博物馆 因为这个很多是 特别是DC 这个很多是联邦政府经费支持的 然后都关闭了 会有一些影响 但这绝大多数人来说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然后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关门 并不是所有的关门 要解释一下 它涉及到保障公民财产和安全的这些部门 比如说国家安全 邮政 然后空中交通管制 然后比如说灾难救援 这些紧急电力 这些部门全都不会关门 这样子 所以都是一个临时性的关门 没有什么太大真切的影响 但是我们公众 对于政府当然会有更高的要求 希望说这个政府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永远都要给政府提这个要求 然后同时也要警惕我们的政府 是不是没有很好的使用我们纳税人的钱 来为我们提供应有的一个服务 这样子 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实际上还好 并没有说离日常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但是如果说停摆时间长的话 确实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 我记得在2013年奥巴马时期 那次停摆应该是有16天 当时评估说有造成20亿美金的一个损失 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它经常现在停摆 谢谢 这次的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停摆事件 和就和跟那个以往一样是 被这个中国官媒是广泛的报道 比如说这个有官媒报道 美国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这个信任崩塌 用了崩塌这个字眼 还有说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陷入了一个 关门的一个窘境 想请教这个在北京的洪振块洪先生 这到底是不是美国政治一个信任的一个 一个严重的一个透支 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对这次美国政府 停摆这样一个大肆的一个报道一个宣传呢 我看到了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 那么这种报道呢 它当然是体现新华社的立场 它也就是这个官方的立场 中国官方的立场 那么这种立场有些词汇用的呢 它很显然有点夸大其词了 就是说美国政府它是从特朗普总统上的一年来 它确实产生了不少争议 那么民众呢 对政府的信任有可能也有一定的下滑 那么但是呢 这个联邦政府官门呢 它只是一些非核心部门停摆 它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 就是美国从1883年通过彭德尔政法案以后呢 它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文官制度 那么这个文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 政务官又想去产生的 事务官它是普通公务员 它是由考试产生的 由公务员法来管理 它呢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波水党派进退 那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 它是由事务官员来负责 所以联邦政府因为预算法案 没有获得通过暂时关门 它这个整个社会呢 它也没有说整个停摆了 而是呢依然还是比较正常的在运行 所以呢它并不会导致民众 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崩塌 所以我认为 中国官方的媒体有些报道 它有一些夸大影视了 好 谢谢洪先生 我们现在线上呢 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了 我们的热线电话 那我们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 观众朋友打进来的这个热线电话 第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 河北的王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的发言 河北的王先生 您好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美国政府关门的这个事 其实跟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的 并不相同 关门 政府关门这件事 只能存在于民主国家 因为它的关门 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丧失 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就崩溃了 而恰恰在非民主国家 不能遇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一旦遇到所谓的小的挫折 更不要说政府关门 它就会使社会陷入巨大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所以一个人最缺失什么 他最要向外面表现什么 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以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来说的话 新华社做的没错 确实每个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制度都最优秀 但核心是这种话 骗骗别人就好了 自己千万不要相信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王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 上海唐先生 请您简短的发言 唐先生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体制吧 就是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一直拥戴我们的伟大领寿习主席 这样就不会产生美国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说要具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就必须不断地前化伟大领寿习主席的权威吧 好 好 谢谢唐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孔先生还在线让吗 山东的孔先生 好 孔先生可能不在线让 那么待会儿来 您还可以再打回来 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发的 发表一些看法 就是也谈到这个 这个政府官门好像指 这个政府官门是在民主国家的一个 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不了 多大不了的一个事情 反而是在这个非民主国家 现在恐怕就是出现一点点小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出现 就出了很大的乱子 就是我引用这个 刚才河北王先生的一个谈话 就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 中国的官媒 包括这个官方的一些舆论上面 对任何在美国和西方社会 发生的一些问题 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报道和一些宣传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 是这个西方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头羊 有人说这次政府官门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危机 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发生了一些问题 那么认为这个美国还有西方的民主制度 已经陷入一个深刻的危机了 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论断 美国的和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危机呢 美国现在实行的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 那从这次政府关门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说 特别是中国的公众 看到美国跟中国一个巨大的不同 就是美国的行政 立法 司法 它三权分立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在中国 可能只要中国政府 共产党政府一直在执政的话 可能永远看不到 它主动政府说被他们的人大限制去关门 这样子 我们知道每年的中国两会 特别是人大会议 他们政府也会出报告 然后做一个预算案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 全国人大去否决过 他们政府的报告和政府的一个预算案 这样子 政府提出来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 这是一个预算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征税 那中国政府 它可能经常会开征一些新的税种 正常情况下 也都要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很多时候其实 全国人大的这种权利就被忽视了 就自动同意这样子的感觉 或者说就走走过场 那其实对于 纳税人对于比如说中国的14亿普通公众来说 这个是一个利益的巨大侵害 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公众的 公众的这种权益 没有真正的被这些国会议员 或者说中国叫人大代表他所代表 这些人并没有说为公众去争取应有的一个权益 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是很奇怪 那再说 主要是中国的媒体报道官媒 他说表现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这种缺失 这种重大的危机 这完全是在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洗脑的这样的一个先传 那民主制度它有没有缺点有没有弊病那是肯定有 而且一定也有很多不足 甚至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美国有很多社会的不足 政治制度的不足 但是相对于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 我个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制度 虽然它有博弈有这种效率偏低的一个问题 包括刚才出现的这种政府停摆的这样短暂停摆的一个状况 但实际来说这些政治人物不管说他是有个人私利还是政党利益 但是他必须得考虑普通老百姓普通纳税人的利益 不然的话他下一次选举中他们就会被淘汰 他们又得到一个有效的制约 这一点我希望中国的官媒也好 中国的老百姓也要看得非常清楚 他并没有有多大的一个夸张的问题 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治愈能力 自己的一个纠错能力 纠错机制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像中国 中国政府他权力非常非常大 得不到制约 他想做任何决定 他都可以随时就去开展这样子 所以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谢谢 谢谢 现在也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自己的看法 关于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 有一位叫Tommy蒋 这个Tommy蒋的网友说 这个政府关门并不是因为国家没钱 而是因为国会不同意川普这么花钱 美国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有详尽的预算有理由的 那么都必须经过美国人民授权的这个国会来批准 不经授权 贵为总统的川普呢 也没办法乱花一分钱更不能康 国家之楷拿人民的钱不当钱 长袖善舞到处撒送 有一位叫先生甲鱼 这位网友说 美国政府关门事件 不仅不能说明美国制度没有优约性 恰恰相反 证明了这种制度的抗风险能力很强 那么这种制度下产生的NGO 都能在政府关门时高效运行 这种效率专制政府真的是很难人性化的实现 还有一位叫爱国不翻墙的网友 他说中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关门 政府缺钱的可以巧利明目收费罚款 就像这个沈阳这个全运会这样 网友评论也是比较精彩 那么我还想借着我们刚才这个讨论的话题 来请教这个北京的这个洪先生 洪先生我们就是知道每次这个西方 包括美国还有西方社会 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一些这个事件的时候 或者一些动荡的时候 包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等等 这个中国的官媒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评论 和一些评述和一些批评 和一些批评还有所谓的观察 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 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存在了 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情况 某种程度的一种危机 是不是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一种改革和修复呢 我认为呢这个西方制度 比如像美国这个制度 它本身呢 它这个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是相当符合这个政治文明要求的 因为它这个制度呢 这个源自英国 像国会通过审批全这个审批政府的预算 来约束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 它最早是可以推缩到这个 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 那么现在政治文明它母体就是从英国的这个自由大宪章 发展出来的这个宪政制度 这个宪政制度的核心呢 是保护民众的人生权和财产权 那么为了保护民众的这个财产权呢 它就必须约束政府随意向民众征税和随意花钱这种做法 所以呢英国当时后来就产生了议会 然后发展出来再一致 那美国这个宪政制度呢 它是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宪政制度 它是一套非常精密的宪政设计 所以呢它这个制度本身呢 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么它在这个约束公权利 保护私权利方面呢 应该是做得相当好的 那么这个一个国家它有了一个宪政制度以后 在公民个人权利就有保障 然后政府呢 和这个政治和社会呢 就是它会进入联系运转状态 所以呢它本身呢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它这个有一些小问题 这个不可能任何一个制度 事情人类它没有办法 就是十全十美百分百完美 那么它肯定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还想接着问那个 请教这个洪先生 中国和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 还有一些这个舆论 也经常来比较这个效率问题 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效率很高 而在西方 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 往往一个议题 甚至在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一些简单的议题 简单的问题都需要讨论很久 都悬而不绝 没办法处理 您认为这个效率问题 是不是中国的制度 比美国有优越性 比西方制度要有优越性呢 这个效率问题它主要是由于 那个全力集中这个形成了 但是这个全力集中 它就会形成比较高的效率 但是这个效率 如果是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的时候 它这个效率 就会变成很严重的破坏力 然后中国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 由于这个全力集中造成的负面效果 它已经有非常多的教训了 比如这个59年到61年的 这个大跃进造成了这个大饥荒 有两三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那么由于这个原因 他后来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就多数提出 要改革党的国家领导制度 纠正这个全力过分集中这种弊端 那么在美国历史上 他这个建政建国支出的自想过程当中 他也有过这个对联邦政府 权力这个大小的一个争论 那么他后来这个还是采用了一种 就是联邦制和总统制 就是有利于建立这个 比较强大的国家 那包括国民整体利益 那么整体上来看 就是权力和这个效率 就是这个权力集中 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这个要保证效率 它的确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权力集中的 但是这个权力集中 它是必须要受到这个有效的制衡 那如果说没有受到制衡的话 它就会反过来来侵犯公民权利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那么县程制度设计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出现 所以整体上来看 就是大家有共识的就是要保证一个 比较有一定集中权力的这个政府 以保证它能够高效 但是同时一定要对这个政府的权力 进行有效的这个约束 好的 谢谢 我们接下来再抓紧时间 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打进来的这个热线电话 第一位是湖北的陈先生 湖北陈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发言 其实我觉得的话 就是如果说真的按程序来走 人大也是可以否决 那个政府预算也会造成政府关门的 但是基本上没看到人大这么做过 我觉得这个美国动众关门 非但不是一种烈士法 而是证明这个制度是真的在运转 而不是说像中国这样子走过场吧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谢谢陈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 郝先生您好 喂 您好 我想提一下 就是上海有一个渔民叫唐先生的 他每次打电话都要说 伟大领袖习主席 是习近平是他的爹 还是他是他的 郝先生 请您发表 跟我们节目讨论有关的看法 好 那接下来是辽宁的董先生 董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辽宁的董先生 你还在线上吗 能听讲说话吗 在线上吗 请讲 请讲 是吧 对啊 然后就是你去看一下那个 就是那个北京 楼宁事馆有多少人排队在领那个 想去那个 对 拿美国签证 然后来美国 然后你就知道 到底是哪个制度好 哪个国家好 然后我们就说这么多 谢谢辽宁董先生 我们接着刚才讨论的这个 话题 包括就是这个效率的问题 想请教这个人在 马里兰州的这个 秦先生 秦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效率是经常是被 这个两国的这个学者 还有这个评论人 是比较的一个一个 主要的一个焦点 就是我们记得这个 美国专栏作家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 弗里德曼就是讲过啊 说这个华盛顿外面的这个 他所在的这个 贝塞斯达 比塞斯达这个地铁站 说这个地铁站的维修 那他计算了一下 平均休一节台阶 是大概花一天的时间 那么他说中国 中国相比较之下 中国可能花这么长时间 修这个地铁的这个电梯 这个走梯恐怕就已经 都能修建起一座桥了 也是比较这个 两国这个制度的这个差异 特别是从这个效率方面 您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您怎么看这个效率的问题 是不是民主制度更加的低效一些 从有些具体的案例来说呢 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 那的确在中国某些方面的 做事的效率很高 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马里兰附近 就是DC首都 DC附近要修一条路 刚才他那个学者 他是举一个地铁站的问题 那比如说修一条高速公路 或者新开一条 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建设 他要论证很长一段时间 有了有些现实的案例 他可能论证几十年都有 都有可能 再在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 几十年整个中国可能就是 所谓的他们叫翻天覆地的变化 整个一个城市 我们知道像北京前段时间 要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 可以一夜之间 几十万人几百万人 他可以让你搬离 这个是难以想象的 包括中国现在都搞这种 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高速公路 然后一些地铁建设 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拆迁 这样子 在美国有这样的效率 简直是难以想象 可以说是永远都做不到 比如说像很多公众 希望在华盛顿DC和纽约之间 有一架高速铁路 这样可能会效率更高 但是在中国 像这种事情可能 他们早就做了 政府只要一决策 根本就不管老百姓同不同意 他所谓的这种公式 就是走走过场 老百姓其实没有发言权的 政府决定要做什么 他几乎是一定可以做到 在美国不一样 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 他一个决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需要各种专家学者的论证 然后还有民意的这种参与 最终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不光说比那个表面的效率 我们还要比最后的这种输益 因为所有的政府决策 不管是美国政府决策 还是中国政府决策 他花的钱都是花纳税人的钱 花公众的钱 那公众的钱怎么 其实说到底公众的钱怎么花 是谁来决定的事情 如果说是公众的钱是 要用到公众身上 公众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参与权 或者一个决定权 这样子有他自己的投票权 但在中国基本上 那既然是老百姓的钱怎么花 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不了算 都是政府说的算了 对不对 他说的他做的快做的好也好 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 对不对 我参与你就把我的钱 就这么花了浪费掉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大家看看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 很多都是使用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 你在东部发达地区 其实你看那高速公路还不错 因为经济比较发达 那个车的车辆形势状况很好 你到中西部去很多高速公路 那个闲置状态很厉害 还有特别一些机场什么的 它都是很多浩大喜功这样一个闯面 所以光比较这个表面上的效率 我认为意义不大 我们作为纳税人都要思考说 这个东西这项投资建设政府花钱 是不是符合我的意愿 毕竟是谁花钱 谁说了算嘛 对不对 如果说政府自己花钱 那他们自己说算好了 对不对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但如果说要花到我们纳税人的钱 最好是经过我们同意 不是我们每个直接同意 那我们的民意代表 我们的国会议员 我们的那个人大代表 应该是要体现我们的民意 是这样子一个细微的差别 就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谢谢 好的 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 发表的这个评论 有一位叫梁山 梁山的网友 他说承重墙不能砸 能砸的都不是承重墙 美国政府关门也不是第一次了 社会还能正常运转 说明政府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 一个根本因素 而是强大的中产阶级 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 现在也不可否认是维持稳定的 一个重要因素 一位叫孙杨的网友说 美国政府关门不能凸显 中共极权政治的优越性 中共政府虽然不关门 但面向老百姓的时候 通常都是关闭的 有一位叫西元的网友说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事件 说明美国政府是花纳税人的钱 所以要认真落实到每一个环节 中共政府不会关门 是因为把纳税人的钱 当自己的钱 用纳税人的钱来打压人民 那么接下来就是在节目最后 想请教北京的洪先生 就是我们看到在民调 现在要证明美国的民众 对政府信用度是大幅下跌的时候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用度 是大幅的提升了 这个观点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只是官方的一些说法吧 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大增 我看不见得吧 因为最近这两年 这个中国经济很显然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么政治的这个后退 就是往极主方向发展 也导致人心惶惶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 这个准备把这个资产转移到海外 然后自己也想这个离开中国 这种状况应该比较普遍 所以他说对政府信心的提高 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的 没有多大依据的方法 好的 谢谢洪先生 那么今天实际大家谈的这个讨论 就到底就到这儿就只能结束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众 观众打进来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非常感谢秦伟平先生 和洪振快先生 参加节目的讨论 那么实际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 观众发表的观点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实际大家谈 关注的热点话题是 中国的反性骚扰 不够还是过了 那么欢迎您收听收看 我是林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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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